所以我非常失望 因為現在說出來 一個方案一出 他們已經差不多自己關閘了 我不再跟你談了 我們寧願原地踏步 我們要抗爭 我覺得他們這樣說 完全妄顧了香港市民的務實精神 如果你說寧願原地踏步 即是說2017年選舉的時候 包括我在內五百多萬的市民 只可以在電視上看著選委會 一千二百人去選特首 我們完全沒有說 他為什麼寧願原地踏步呢 就是他真的擔心 當普選這個方案出來的時候 是會吸引到很多香港 又聰明、又愛國、愛港的人出來競選 而到最後 很可能這個特首得到香港 絕大部分市民的支持 那時候就糟了 那時候那些泛民就變成塘邊殼 沒有地方站 我想他們最擔心 就是這件事 他們心裏最害怕的 這完全是一個自私自利的看法 他們希望原地踏步 他們就可以繼續做立法局的議員 做那個凡事、反對派 根本就不理香港的死活 我沒得選 我們全港市民都沒得選 大家抱著死吧 那這是什麼心態呢 好,好,好,好 感谢观看